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呃 谢谢谢谢 我觉得这一次啊 金玛啊 安排我们两个人来办最佳男主角 真的是用心良苦 怎么说呢 因为小弟去年的作品 男二王也 杰足了这个最佳男主角 结果没有拿了 呃 所以今天就请李辛杰来解开 我去年的辛杰 谢谢金玛 那高航大哥 你今年在台上看着台下的入围者 心情很不一样吧 对对对对 有一点怀恨在心 放下放下 然后又有一点点的压力 对 你觉得今天晚上入围的这五位男主角怎么样 今年入围的五位男主角表演得非常的精彩 像是郑仁硕我不知道他坐在哪里 郑仁硕还有邱哲 把这个江湖兄弟的爱情演得丝丝入扣 是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没有责任感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戏里面叫他们去演小混混 他们去谈恋爱 那我不一样啊 我在男人王里面为了养家 我扮女人去赚钱养家 所以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 所以不好意思两位 你们没有机会了今晚 还有还有张震 他为电影牺牲 他为了要演好这个 患绝症末期的这个检察官 减重12公斤 还有吴振宇大哥 为了要扮游民 弄脏弄丑 对我有看那部戏 就是剪了12公斤 但是我在拍男人王的时候 我也踩了12寸的高跟鞋 也跌了12次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没什么 他只是假装生病就OK了 然后那个吴振宇 吴振宇我要小心了 因为他那个是MM2的电影公司 所以我要小心讲话 这部电影我也看了 我觉得是制作费不够 所以没有叫人来帮他化妆 所以他就随便就出场了 对所以不好意思 两位也应该没有机会得奖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还好今年你没有入围 不不不不 如果你入围的话 还有一个你要讲 不然等一下你会很难看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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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吗 这个我觉得你会输 输在什么地方 柯震东 比你年轻比你帅 有用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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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说 有用嘛 就慢慢用 用久就很好用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